我們請工程會的李主委 李主委 王委員好 李主委好 是 我 一直感覺到 去年在愛荷華 當訪問學者的那四個月 對我當民意代表來講 是一段相當充實的一段歲月 主要是因為在愛荷華 當地 一個主要它是一個農業州 跟我們嘉義縣很接近 另外一個就是說 剛好嘉義有碰到所謂爆發水災這些治水的問題 第三個它的生殖柴油跟它的再生能源 也是美國最發達的地方 我一直覺得在那幾個月的時間裡面 說負回錢 但是今天我想 我是講 從我在那邊當訪問學者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看到的 也許不是最新的 但是 有一個 也何浩澤 一個何博士 他現在已經拿到博士學位了 他帶我去到我們的水力工程的這個相關的研究所 去他們的那個實驗室裡面看 他給我看到兩個 跟我解釋到兩個 一個就是水庫 我們現在都有漁泥啊 尤其有漁積的問題 一個是我們的下水道 也會有這樣的現象 但是在愛荷華現在的 最近在研究的就是 怎麼樣下水道不會再 不會再遺跡 或者是我們的水庫 不會再有污泥 不會再清漁的這些情形 我想聽一聽齁 像你在愛荷華裡面 也是 我所瞭解的是 極端有分量 而且有影響力 而且你在那邊所做的研究 其實都是頂尖的 我想聽一下 未來的像台灣這方面水利的發展 你覺得要怎麼做 好 跟委員報告 台灣的水利發展 其實大概分成幾塊了 我覺得我們像現在 現在最嚴重的就是所謂的抗旱 其實我們台灣都在談開源 很少談潔流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潔水空間 就剛剛前面有一個委員指教 就是說我們的污水 處理廠處理完的這些水 有很多的再利用的空間 我想這個是我們在政策上 在法令上需要努力的 然後就是像委員的故鄉 這個嘉義 彰化雲林嘉義 這三個縣的 這個所謂的地盤下線區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呢 地盤下線區的範圍 已經從過去的沿海 慢慢到了我們今天高鐵所在的位置 那這個問題要是不來解決的話呢 其實第一個會影響到我們的高鐵的安全 另外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整個國土的保安 那我們過去的習慣的做法 都是編工程手段 我做水門做堤防做吹水戰 希望可以讓我們加一步淹水 事實上這個是行不通的 因為它一年下線 十公分現在雖然稍微減緩了 我們做了任何工程措施 四年之後就全部報銷掉了 但是所以就回過頭來就提到 所謂的總和製水的概念 就是如何先解決 比如說嘉義 我們的整個產業結構 先解決這個用水結構 然後再來談工程問題 主委 我看著你的一篇訪問 當然 你在談到你用四年的時間 去幫水利署規劃東石布袋 一族三個地層下線的這個問題 然後提出了所謂的綜合治理計畫 我看到這篇文章 老實講我個人相當感動 因為這個剛好是我出生 我出生的時候出生在這個地方 一族布袋 就是我從政三十年 每一天都要看到的地方 東石在最近二十幾年 當然更是 幾乎每一天都要跟它碰 都要跟他們在一起 這三個地方 對於所有的地層蝦心 我們當然現在除了工業用水 也要負擔部分的責任 但是沿海的餘溫養殖 造成的我們超抽地下水 造成的地層下線的問題 你在那四年的時間裡面 你提出了所謂的綜合治水的方案 到底要怎麼治水 產業怎麼調整 我上 好像是禮拜一 我在經濟文化我特別提到說 我們現在可以談到修餘或者修養的問題 修養的問題 我們可以談到說去培養利早 像這些問題 你現在有沒有比 就這對於我們嘉義線的沿海地區 你到底你的看法是怎麼做的 是這才有我們改革養殖業的問題 是我想第一個要先解決這些養殖戶的生計 這是第一個 沒有錯啊 怎麼解決啊 那比如說好 我們過去的想法 其實也花了很多時間 跟這些這個養殖戶溝通 就是他們把餘溫租給政府 政府把餘溫變成一部分的 不是全部 變成自鴻池間人工失地 現在我們南部很多沙子 然後這些沙子 把他的部落墊高 政府貸款給他們 或者無系貸款給他們 把房子蓋起來 然後他第一個不淹水 第二個環境變好了 然後第三個輔導他們做其他的海業 當然觀光休閒旅遊是一個option 另外一個option就是說呢 事實上就像你講的 可以做這個生殖的這些其他東西 那這個東西是各種不同的combination 但是為什麼這個 事實上這計劃提出來三年呢 在行政院裡面呢 過去一直推的很慢的原因是 這個在行政院裡面 跨了五個部十個署 部跟部之間的這個很多的地方是互相矛盾的 所以我上個月來 事實上我還沒來報到以前 我就跟院長這個 這個審命啦 說他假如不介意 交給我 我來負責協調 因為這裡面事實上 協調工作 是整個事情成敗的關鍵 我覺得 就是要事前統一啦 對 今天不能一個跨部會的一個 協調的事前統一的小組 工作做不好 所以 上次我在 經紀委員 我在 執行部長 他說這個不屬於他的資金 這屬於農委 農委問他說他沒有這個錢 然後治水的部分又牽涉到水利署 在那拿來拿去啦 我一個感覺 你剛剛講到的說 我們現在煙海的山椒這麼多 我們這個山椒有個病 過去是山椒要拿金子 現在山椒要病 有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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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拿這些山椒來幫忙 煙海這些 他們這些地層下山椒 給他們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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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他們去墊 我們提供這些沙子 讓他們墊 不要再受到 鞭水的這個 這個危害嘛 對 我們嘉義 大概可以墊個三公尺 沒問題 那就可以某種程度裡面 消耗很多的 現在這些山椒沒得去 沒得去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 兩件事情 一個把這個 書菌問題解決 第二個是解決了嘉義 不只嘉義 其實張華雲林 事實上是一個共同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我感覺 我們的理念 我覺得是很接見的 對 要怎麼大家的山椒 頭好開去 幫忙去 給他們的煙海 讓他們的房子 蓋起來 人家就給他們淹水嘛 第二點 我說產業的問題 你剛剛講到的 我覺得 也要有一個整體 想要修養修魚的 他就讓他們的 就像 修根補助 你就讓他靈嘛 每個月給他靈 我們現在很麻煩是怎麼樣 魚子吃雞 齁 西班牙如果在燒 漏魚如果在燒 漏魚如果在燒 那是台灣人如果在燒 海了啦 政府要在想 沒有政府要在補貼 政府要在辦產銷啦 我們的產銷完全沒有辦法掌握啦 結果呢 政府要在補貼 每年就在補貼 每年就在補貼 每年就在改割這些市民 離市民也都在燒焦 我們現在就是說 假設我們能夠 控制在一定的量 該修養的 該修養的 我們可以領補助 這個你應該要去考慮耶 地層下限地區 我們國土應該保育的部分 地層下限地區 你要優先去考慮 修養或者修養 這個你贊不贊成啊 這個我完全同意 現在就是說齁 我們現在其實 當然這不是我們工程會的這個主管 我也不能講太多 你要統合啊 我剛剛講事權要統一啊 今天到底多少的養殖面積 多少的市場要先估出來 那現在就是說你現在 沒有要賊的這部份這個土地 是政府拿來 我可以用租的 那假如另外還有一個想法 可以變成說 用勢力重化的概念 就是說你現在是一個 比如現在我們自己給我們 那一坪大概四百塊啦 我可以幫你一個低價值的土地 沒有那麼高啦 沒那麼高 現在兩百啦 兩百塊就拼了啦 差不多兩百到四百啦 反正你現在是一個 低價值土地 我今天把你淹水問題解決了 事實上你餘溫可能領回去一半 即使這一半也是一個高價值土地 但是這個東西就會牽扯到 裡面又有農委會的事情 有內政部的事情 有很多部會的事情 不過我會 我會努力來協調 對你這個 你這個 就是類似 事實從外的觀念 我可以接受啦 齁 我現在 我覺得 我現在我們談一些方向 我覺得 假儀觀 我要拜託你的 鴻海地區 你怎麼都在假儀觀 這麼鴻海 這麼幫忙起來 讓人不可以喝水 讓人的三角可以調整 讓人比較高的收集 一定要做一個綜合的考量 再來 我在說 像我們在講 日君子你要吃沒關係 你要搓地下水 我 你幫他 你需要沾水 加水 來泡沾水 沒關係 你不用人家搓地下水 我們要從 智鴻池裡面的 車站在淡水 你要有一個排水系統 可以來攻擊他們 就像我們的 沾水一樣的一樣 攻擊他們 在那裡 就可以抽到沾水 加水 不用再抽地下水 對嘛 你那個系統 要做一個統合的規劃 這個在我的規劃報告裡面有 就是說 其實我當初 整個月 我們自己差不多 它的 智鴻池的面積很大 但是最後定量 可能沒那麼大 那樣的一個 一個濕地呢 事實上它可以 處理回收的水 量滿多的 啊這個量 其實是不只提供說 餘溫使用 甚至某種程度上面 可以提供 這個 一部分的 公共用水的使用 都可以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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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要從這個角度去看 第三點 這個也是 也是我在 愛爾法 那個時候 那個就不是UI了啦 喔 那個時候我去 愛爾法 State 那個University那邊 那個 AMS 那邊我去看的一個 林尚義教授的 他已經往生了 我院會執行的時候 我特別提到他 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講那個 生殖柴油的問題 但是生殖柴油 他現在最新的科技 已經不是用 蔬菜油 或者是 這種黃豆油 去體驗作為生殖柴油 而是用綠藻 用藻類 對 用藻類去體驗 他認為 這些有排 還有百分之八十 不到百分之九十 欸 欸 柴油的成分 油的成分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研究 我們現在這個研究 如果成熟的時候 將來 所有鴻海地區的魚 我們 養殖 不是 魚是唯一的選擇 我們有 更好的選擇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培養我們的綠藻 來供應他們 變成生殖柴油 這將來 這是 一對 移民朋友 是一個最大的福音 啦 你現在 我的看法是說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一下子馬上就去做到 但是怎麼樣 怎麼樣 我們現在有一個規劃 先要有一個試驗性 怎麼去規劃 總之要按照培養綠藻 我們現在把技術 跟我們的這些 所有的要 弄成熟了 將來我們的 如果要用藻類去體驗生殖柴油的時候 馬上可以進入這個市場 我覺得你也可以考慮這一方面 呃 這個當然 你要培養綠藻 這是農委會的事情 對啦 那個生殖柴油 現在這是 現在我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說 現在我們有很多替代能源 這個方案會 這個市場價值不高的原因 就是說 我們現在 其實這個 我們的油價 並沒有反映出我們的成本 你現在 像這種東西 就又跨了好幾個部位 我只能說 假如盡網的能力 我可以來協調 但是 您剛剛指的方向 是一定是正確的 現在就說 第一個 我不抽地下水 我去種綠藻 我可以提供其他的替代能源 那 另外就是說 我因為不抽地下水 地盤不下線 那這個整個社會成本 就是說 我們的成本 是我賺多少錢 是一種成本 我政府不需要投資 那是另外一種成本 所以這個成本 都會到頭去 其實你的方法是 我是認為 非常可行啦 但是這又要回到 這是整個院的政策 這個 主委 我希望將來 這個事前統一 撩毆 假設你有機會 來主持 這樣的跨部會的協調工作 我希望 配家儀館 配恩愛鄉親 做一些可以 立足撈命的工作 是 幫助我們的移民 幫助嘉義縣 也是我在這裡 特別拜託你的地方 好 主委謝謝你 謝謝 感謝我們文委員 主委也請